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海城举步艰难过 突经水莲杀案 蔡立成 海从路的那头沿途抛弃 才刚醒了 反夜的事物逐次搁浅 吞了皮的珊瑚 要摇滚月的鱼 合照并肩disco 想遗忘的眼 合体先过水母 提着新夜的幽光寻找 都是在失去身体 谁不属于谁 逃逸的航线才刚要涨起 就都独自干顾 哪里还曾看过脸的零线 坚硬的要放浪 沙的连痕的连痕 也卷着马鞍疼 要不就鱼透 要不就漂流 海城举步艰难过 跑了几步 没有人能激烈地相信 只能成为风 那一阵子是暑假 然后非常多 就是很常会有台风来 然后我的同事 他就经常的在跟我抱怨说 只要一有台风 然后就是水源沙滩 就是随时都要被侵蚀 侵蚀到甚至到路边这样子 然后也有一些建筑物 可能会有倒塌的危机 对 然后那对于我 一开始来说的时候 我很难理解说 就是我们的沙滩 现在正逐渐在被侵蚀 我们沙滩 一天一天的正在减少 但就是我那个同事他就说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看一下 就是你去那边看一下 你就会知道 到底我们的海岸 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花莲的海是非常漂亮的 然后它象征着就是很辽阔很自由 然后是一片蓝一片近蓝 这部作品我最主要是希望说 让大家可以知道说 我们台湾现在的海岸 正在面临的问题 以及它未来 还会一直持续面对的问题 飞越文学地景 看见花莲海洋之美